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你的闺民小匠 今天天气非常的不错 所以出来钓鱼咯 为了跟大家分享钓鱼的乐趣 下午直播了一会儿 但是手机很快就没电了 看我直播的朋友一定想知道 我今天到底有多少收获呢 来带你们去看一下 我呢是上午十点半来的 然后差不多下午两点回去 上午的口还比较好 但是到了下午呢口就不太好了 这些大部分呢都是上午钓的 保守估计应该有五十多条吧 大多数都是一小鲸鱼 只有一条比较大的鲤鱼 不过呢这些小鲸鱼都很漂亮 都是金灿灿的 走我们回家把它放在 室外花园的那个龟缸里面 今年呢新买了一个白色的帆布尺 准备做室外的龟缸 不过现在温度还不行 早晚温差还比较大 所以呢我就没有把龟缸拿出来 我们就先把这些小鱼放进去吧 一会儿我帮小宝上来吃点自助餐 小宝快看看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呀 哎呦别着急别着急 快放我进去 欢迎来到小宝的吃播 我们可以看到小宝一进去呢 已经迫不及待的开始 对小鱼发起了攻势 看看他这灵活的泳资 免急的速度 你能够相信他是一个 17岁的老阿姨吗 好了小宝不能吃这么多了 快快拿出来拿出来 不能整个吞掉呀小宝 唉他就这样吃了两条鱼 我怕他尝到 所以就赶快给他拿出来了 咱就说啊 这17岁的老阿姨 确实比那些小龟龟更聪明 他出来以后呢 就知道这个水池里面有鱼 所以说呢就一直着急的想要进去 可能他还在怀念 那幸福的自助餐吧